大家好,今天是中秋节 祝所有的花友和家欢乐 中秋节快乐 希望每个人都能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假期 我在悉尼这边并不放假 该上班的还是要上班的 这里是南半球 所以我这边是春季 在北半球就是秋季了 那秋季是蝴蝶兰长花芽的季节了 所以利用这个季节 要好好地养护你的兰花 让它尽快地长花芽 长花芽的第一个要素就是温差了 那么高温在20多度 低温在17-18度 中间的温差大概有8度到10度左右 就可以长花芽 那么这个不需要自己做任何的操作 只要等合适的温度到来就可以了 所以秋季呢是蝴蝶兰长花芽最合适的一个季节了 那秋季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只需要做一点与其他季节不同的 那就是这个阶段我们可以试一些醋花的肥料了 那醋花肥料呢就是零甲比例比较高的肥料 比如说是花多多二号或者是磷酸二氢甲 都是醋花的肥料 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买到的肥料是必一样的 只要看蛋磷甲含量的比例 只要买磷和甲比例比较高的肥料 那就是醋花肥了 同样肥料也要薄肥勤湿 就是每周都湿一点肥料 薄薄的淡肥 那通常我用的就是二分之一或者是三分之一 它原说明比例的量 蓝花不需要大肥的 那大肥呢容易把根烧掉 所以要薄肥勤湿 会让蓝花长得更好 那长花芽的季节呢 同时也会长根和长叶 所以呢我们普通的均衡肥 或者是淡肥一主的肥料 可以和醋花肥交替使用 比如说这周用醋花肥 另外一周呢就用均衡肥 或者是淡肥比较高的肥料 交替来使用是最好的 那秋季呢是蝴蝶兰养精蓄锐的 最好的一个季节了 肥料给充足 阳光充足 水分充足 这样呢才会在冬季开出更多的花 蝴蝶兰的花芽长得非常的慢 那基本上是要至少三四个月的时间 或者是四个月的时间 像我的这些蝴蝶兰已经 含苹带放了 经过了一个冬天 终于开始开了第一朵花 那秋季的阳光还是非常强烈的 一定要注意防晒 还是不能曝晒 最好呢还是给早上或者是傍晚的阳光了 到了冬季阳光没有特别强了 那时候呢可以给长时间的一些阳光 但也是要看你所在地区的温度了 如果温度太高 还是需要遮阳的 那通常我施肥呢 就是施到这个兰花 开到第一朵花的时候 开了花以后我就不施肥了 那通常呢 我是在它开花的前三个月 我是不施肥的 那从第四个月开始就会给它慢慢的加一些肥料了 因为到了兰花的后期 它确实开了很长时间的花 它的能量已经消耗很大了 慢慢的给它补充一些养分 到了开花的后期呢 根和叶也会稍微长一些了 所以那时候呢 可以补充一些积极的生长肥了 那我在前三个月不施肥的原因呢 就是为了延长它的花期 如果肥比较大的话 我担心它花开得太快 所以呢 就前三个月不施肥 当然有的花友呢 也做过对比 施肥和不施肥 做过对比实验 他们说呢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所以呢 还是要看你自己养护的习惯了 你觉得这个兰花开得很累 那你就施点肥 如果觉得它们长得还可以 那就可以省一点肥料 自己来决定吧 好 今天的分享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